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人肩周炎的 肩周炎是指这里 不是指肩膀 是吧 那您过来 我帮你处理一下 从肩部一直到肩膀 然后这只手臂 我那个手指头都会麻 他这一画下来 你知道画了多少开关了 你们知道吗 他这里画下来 这里肩膀是哪里引起的 这里吧 还有颈椎对不对 这里已经确定 然后又画到这里来 这一带就是我们说的肩臂痛 就是肩部原始点 肩部原始点管肩臂这一段 这一段内外侧前后左右都管 所以我说我找的都是大开关 针灸不可能管这么多吧 对不对 这里又如果以经络学来看 是三阴三阳 手三阴手三阳都包括 他一条线就已经把整个立体都管了 所以大开关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他管一个立体 而且这一条还蛮多事的 他还管到哪里 腋下还有管到侧胸 就是你们尤其妇女病就是乳房 侧面在胀痛的 你们都会去找腹肠科 其实那个都是肩部原始点受损 这样懂吧 所以你们去都找错医师了啦 有没有人侧胸痛 真的喔 正在痛 平常痛 那现在正在痛的有吗 那等一下处理 这个我处理给你们看 这个绝对不要找腹肠科 但是一般没有原始点 一定都找腹肠科 然后甚至会造什么乳房摄影 很多 我在台湾就遇到很多妇女这样 也折磨了 也找不出原因 吃药也没有效 那这个可以立即从这里就解决 所以你看 这个开关竟然管到哪里 腋下 对不对 还有侧胸 连乳房侧面都可以治疗 还有怎么样呢 整个肩壁地体的 通通管 从这一段管到这里 也就任何一点痛 你只要揉这里就有效 那他这一段很显然 这一条也受伤 那等于从这里 那他还有手脏的问题 对不对 那个就是另外的 影撞机的 那个今天会交到 那我们先 你这样多久了 应该有四五年 四五年 不理他吗 有 我有在台湾 我是专程从台湾赶过来 这个更应该处理 这个一定要处理 你舌头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寒的还是冷 寒 他一定是属寒 所以我等一下 尽可能帮他做 既然台湾来就优惠一点 因为他肩膀也痛 那我就从头部做起 本来如果讲学就是 肩壁就揉这里就可以 那我揉这里不是管这里 你们不要误会了 所以我先处理他的肩膀 那你后面这里会有痛吗 肩膀的部分 基本上我这个手臂是 因为在台湾他讲 就是叫做这个 因为电脑 我们用电脑的话 都是手臂在动嘛 所以他是讲这是 手臂的这一支的一个什么 就电脑 算是电脑上的病痛 好 所以你现在这里也痛是吧 现在不痛 现在是麻 这里 哪里麻 就手指头麻 我现在因为是这个脊椎的问题 脑脊椎的问题造成说 这个手臂会麻 好 这里麻跟这里颈椎 一般西医都说颈椎压迫到 手指头才会麻 这是医学讲的 我跟各位讲 我一路坐下来几乎已经确定 这个理论是错误的 也就是他如果手指头麻 他的答案在这里 影状机 根本跟这里没有关 这样懂我意思吧 这个我昨天有试真的有效 对 我已经试过很多 所以我敢 我做给你看 你说颈椎 因为我本身 各位可能还不知道 我是学整集的 脊椎矫正 所以脊椎有几个 那怎么调整我都会 所以西医说错了 我马上可以纠正 因为我会搞脊椎的 你可以骗别人 骗不了我 因为手指头麻 如果说颈椎压迫引起的 我马上调颈椎 如果有 它马上立即缓解 但没有啊 我做很多完全失败的 那表示这个医学是吗 理论跟临床是什么 不一样的 不一样那很显然是错的嘛 如果有效 那就是理跟四 一定是一致的嘛 你这里调了 这里马上就会好嘛 那他们不会调 我会调啊 我可以飙飙飙飙 一锥一锥调 那这样搞起来 既然没有效 我就知道 那我在这里揉 它反而可以松 那就可以确定 这里的马只有这里管 跟这里完全没有关 这样你们能理解吧 所以太多一些荒谬啊 是错误的 根本是错的 那我整集也学好多年 我是因为学了 我才笃定 更证明他们的错 我整集本身也学好多年 我还教过 还教过整集 所以他骗不了我 等一下我顺便帮他脖子 调整给你们看 稍微调整一下 那个跟脖子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我来帮你做 不会不会 那您以前都找西路 我是在那个 就附近 去附近给他按 按了痛了一两个月 是啊 还是没有 他也是说 整椎 那个颈椎要调 他这里肩膀一定是跟整骨下颜有关 我先帮他整骨下颜揉开 这里疼吗 疼 这里 高颈 这里疼吗 疼 高颈疼 这里不会痛吧 也痛 这里也痛 这里比较痛吗 这里上面比较痛 这里也痛是吧 你连颈椎那整排都痛了 好 你现在手指在麻对不对 这是这三只 这三只好 我现在把你颈椎揉开 他们说是颈椎压迫 那我颈椎揉开了 照理你那里就会比较好 这里疼吗 这里也疼好 我把你这里也揉开 我连他的颈椎也都揉了 这里也疼嘛 好 我连他的颈椎也都揉了 那如果颈椎压迫到 现在应该他会改善 我们来看看他的手指 你现在手指头三只 有没有改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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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舒服吗 真的哦 有比较舒服 我这样一揉就比较舒服了 因为年龈它是有点 就是血液情况不好 会比较不大顺的麻麻的 现在呢还是麻还是已经都舒服了 这样比较好 比较好感觉比较好是吗 感觉比较好 我觉得感觉比较好是怎么样 我这里揉松了这里整个松了 对不对 这里松了间接这里也会比较松 也就是这里但是它那个是很维系 是间接的变舒服一点 我再帮你颈椎调一下 我做给大家看来 您翻过来 来放松 放松 放松 整个放给我 整个放 好 你再看看那山子 现在的感觉 更好 现在更好 是吧 那这里弄松了 你感觉更好是吧 好 现在还会麻吗 现在是不麻 但是就是觉得这里还是有怪怪的 这个尾端还是有一点 这里尾端是吧 对 其实我认为是间接开关过来 绝对不是这里 真正的大开关就在这里 好我做给大家看 这山子如果从这里 你这一点痛吗 这里痛 这里才是原始点 大开关 这里就直接管手指头 这里痛对不对 好 那如果我调这里 它会比较粗 它很快就会奔紧 因为它是间接开关来的 疗效不高 好 这一点痛吗 那一点不会 这一点不会 一点点而已 这里一点点 好 那这里呢 那这一点还好 这里还好 这里也痛 好 那我看看这里痛吗 这里也痛 这里都还好 好一点 所以这一点也很痛 是吧 对 那个最痛 那这里有问题 所以它真正的问题 就出在这几点 好 好 那你现在再看看这指尖 指尖是感觉有一点点麻 有没有比较改善 有比较改善 我这样按了是不是更 这样痛就这里再痛 对 那这里是我按的地方在痛 但是指尖有比较改善 对不对 好 那我再帮这个痛点 再舒缓一下 好 那是不是比较舒服 好 你现在看手 这种感觉是不是更舒畅 好多了 好多了 就是你在帮它舒缓 它肌肉会进一步放松 那这样 你敢 其实如果它这样间接的来 我说过它这里松了 对不对 这里间接也会松 然后它这里会感觉稍微舒服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间接开关 还是属舒服点 很快还是会崩回来 所以颈椎不是真正的治疗点 所以 我刚刚有帮它调整的 其实颈椎也是高颈 因为它高颈有痛点 让它舒服 好 那你这里肩膀是不是比较松了 对比较松了 真正的松应该是肩膀 因为大开关就是它管理的 整个这里 这里是最容易 那现在这里松了嘛 肩臂还会不会痛 肩臂是这个地方 好 现在还有一点 你刚刚不是说整个手臂 现在比较好 现在也比较好 但是肩臂的管理是这一个点 对不对 但是我为什么调整股下沿会 这里会改善 你们知道吗 来 您趴着我跟各位再解释一下 我刚刚揉这里 对不对 那它肩臂本来是痛一整条的 现在只痛这里 那表示这里是不是也可以管理到这里 不是 它是因为这里把这里弄松了 对不对 这里松了 对这里会不会改善 也会 间接改善 那间接改善之后 这里会不会改善 也会 所以它这样传导下去 这种力量会变得怎么样 微弱 那如果我再进一步把这里解决 它这里就可以完全 连那一点也消失 所以一般我为什么说针灸是小开关 你们能理解我了吧 虽然有效 但它很微弱 所以平常可以玩一玩 但是遇到重病就玩不动 我就在特别强调这个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管理体型 像这种揉了它一定很痛 揉了一定连这个都可以改善 所以我把它称为小开关叫做舒服点 那大开关叫做怎么样 治疗点 所以我们一般去按摩推拿 也会舒服啊 但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的把病治好 这样理解了吧 好 那我再做给大家看 你这一手吧 对不对 好 这一点是不是疼 应该蛮疼的才对 好 好 这里呢 这里最好 它的疼点在这里 好 这一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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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 好 好 好 闸rance 好 戴 好 您起来再看看 再看看你那个肩壁那一点 舒服了 那才是大开关 所以肩壁那个对 这里来管肩壁是叫做小开关 所以真正你痛点是在这里 让肩壁就会松 那手指头我认为 那个也是小开关下来 对对 也是小 那真正的痛点在这里 你应该清楚 所以这个也要温敷 这个要温敷 那这个也要温敷 那这个也要温敷 大概是这样 好 谢谢你 不会不会不会 你这么远敢来 真的 帮你处理是应该的